中心社中心网记者提问 想请问下一步 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 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请问公安机关 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 有什么样的打算 谢谢中心社这位记者的提问 您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很乐意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是中心社记者罗海斌 中心社的记者李宗泽 中心社记者夏斌 中心社记者杨真哲 我是中心社记者黄玉琴 电影记者蒋曲宁 我是中心社记者郎嘉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人民大会堂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新闻发布厅的门口 已经排起了长队 我目前正在中共二十大的新闻中心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中心社设立在二十大新闻中心的工作间了 今天呢二十大新闻中心将要举办第一场的记者招待会 一会儿本届大会的第二场记者招待会将在这里举行 今天新闻中心将举办第三场记者招待会 现在距离发布会开始还有十五分钟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已经结束了 很多的境外媒体都拿到了提问机会 他们也非常透明 也给出了非常有深度的见解 我是希望这场记者招待会上提到的政策措施能够尽快落地 也希望中国经济在今年的后期以及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整场记者会下来 我感觉对于记者的提问 负责人们展现了开放坦诚的姿态 给我留下最大的感受是 在法治中国建设中 中央政法委和两高两部所展现出的温度和力度 法治是二十大报告的高频词 正如招待会上提到的 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 例行法治 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的运行 相信全面依法之国可以更好护航 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 至此本次大会的五场记者招待会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五场招待会中 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开放透明的态度 让中外记者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对外开放的决心 以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也让中外记者感知到了法治中国的力度和温度 以及大国外交的唯与不唯